信主前,我们会利用财富、名声、才华,提高自我价值和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。 信主后,就学会用属灵的东西,遮盖野心和肉体的追求。 成功带来的虚假安全感,令人上瘾。 偶像崇拜的伪装要被揭开,伪装不只存在于教会或机构中,也在我们心里。 当信仰群体被英雄主义齐节,普通人就会被牺牲。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,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 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,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今天为您带来访谈节目,不要用属灵的话语自我欺骗。 采访嘉宾戴永富,采访者星光。 作为一位印尼华人,您的信仰与服饰是怎样与中国发生联系的? 我出生在印尼,父亲来自福建,妈妈是广东人,家人过去都是佛教徒。 我上的是基督教学校,小学初中的时候信主了。 不久全家人都信了,高中时我决定学中文,毕业后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,后来又读神学院,在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 当时负责一间美国教会的华语施工。 信主后,我感到上帝呼召我委身于中国教会。 这也是我去学中文的原因,不管在中美还是东南亚其他国家,我一直服侍中国的学者和学生。 年轻时的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信仰,对属灵征战格外留意,不是只赶鬼,而是指在充满各种冲突的人生里,似乎有一种属灵力量在支配人。 这些邪恶力量不一定只通过个人,也通过不合上帝旨意的价值观渗透进教会。 那时我就想,在这个充满苦难或者邪恶的世界里,人怎么能回到上帝的国度? 基督徒怎么在不同的环境中,尤其是苦难中,体会到新的现实? 华人教会对世俗价值观、成功观渗透教会后带来的全力运作的问题,往往三尖其口。 我们留意到您的写作直面这类问题,并不避讳。 请问是什么契机使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? 嗯,根据我有限的经历,我发现华人的许多问题如出一辙。 我觉得有的问题是东西方文化皆有之。 比方说,人自我欺骗的倾向根深蒂固,会利用各种东西,财富、名声、恩赐等等,提高自我价值以及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。 信主前,我们会利用那些一看就知道一点也不属灵的东西。 信主后很快就会用属灵的事物,遮盖自己的野心和肉体的追求。 过去我们可能为了财富,但现在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,为了侍奉。 语言上虽然换了说法,内在理念却未必有变化。 有时教会或机构出问题,例如领导犯了错,大部分信徒甚至同工,包括受过装备,灵命显得比较成熟的人,都会选择沉默。 这很奇怪,有些人视若无睹,有些人可能是不敢说,还有人即使知道有问题,却会用很属灵的借口淡化问题。 这既出于我的观察,也有我个人的经历,我在服饰中强烈感觉到,组织好像有一种力量。 其无形的精神传统和价值观不一定符合圣经,但大家却不得不接受。 理想主义者进入后想改变,但过了一段时间,他们也被同化了。 传统的力量是相当可怕的,有些传统的核心不是基督教的,但是却用圣经的话包装起来,如果你违背了,就好像违反了圣经。 创立者的方法和传统被看作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,其言论被奉为荆轲玉律,里面的人无法培养独立、自由的辨别能力。 身不由己,却只能随大流。 我对这种现象的产生感到好奇。 今年,获得第94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影片《神圣电视台》是以美国著名电视步道家金贝克的丑闻为内容拍摄的。 1980年代以来,美国公众对基督教的印象随着接连被曝光的教会领导丑闻一路下滑。 你认为这对华人信徒是否有所提醒? 我觉得主要的挑战在于文化更新。 我们的改变不够彻底,用一位印度基督徒孙大信的话说,有很多基督徒像河边的石头,外边是湿的,里面还是干的。 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没有改变为福音性的。 金贝克和一些童工被捕后,记者问其中一个童工为什么会跌倒。 他说了一句相当惊人的话,当时我还不明白。 他说,是因为我的意象。 我把这个意象使命当作自己的野心,因此有些事明明是罪恶,我却明知故犯。 后来随着实践和思考的深入,我发现当有人指出教会领导或童工的问题,常有人跳出来用属灵的语言掩盖。 比如说,虽然他有错,但毕竟是为了神的荣耀。 在我看来,很多人犯了一种成功神学的错误。 成功神学不只是鼓吹信主就会发财之类的,更微妙的成功神学是,我们的事工必须成功,我们的意象使命必须成就。 不是说,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意象和使命,但服侍上帝和服侍我们自己的意象是不一样的。 很多人批评成功神学没有触及最根本的问题,就是我们想肯定自己,保护自己。 我们知道自己的脆弱,很多方面不理想,所以想用一些看起来很属灵的东西当作寄托来拔高自己,遮盖脆弱。 事工成为偶像,带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和价值感。 这是罪的逻辑。 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精神,我们就会用事工的成就肯定自己,炫耀表面的成功,威胁灵命的健康。 领袖更容易把意象使命放在上帝之上。 教会或机构于是成为英雄主义的化身,一旦这个问题出现,什么事都会发生。 我们就会变成骄傲的人,不喜欢批评的声音,想让批评者消失。 为了避免成功审学的感染,我们要与过分的毕生心态,保持健康的距离。 否则,我们不但给英雄主义式的野心,打开方便之门,还堵住了神通过失败祝福我们的空间。 并不是说我们要像兽虐狂一样偏爱失败,而是要警惕。 不把成功当成驾驭自己的假神。 更可怕的是,一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很微妙。 既受到组织的影响,也会影响组织。 所以组织的精神就变成这种有意向的强人向外的衍射。 组织内部的成员慢慢也会互相影响,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心中偶像未处。 近年,天主教系统的范尼云和基督教领域的撒加利亚两者生前都名声显赫。 虽然不断有人指控他们的问题,但直到死后,恶行才迅速被曝光。 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? 人啊,很容易对成功上瘾,尤其是教会领袖或名目。 被听众簇拥,那么多人喜欢,做英雄的感觉相当好。 上瘾后就会自我欺骗,我们需要不断警惕自我欺骗的倾向。 这两个人在性方面的罪,让人吃惊,但我觉得还有一些堕落和跌倒,需要注意。 一旦领袖变得骄傲,排出异己,这已经是在堕落了。 不一定是贪污或淫乱才是堕落。 一旦你失去属灵辨别力和抵抗力,一旦你觉得你有一种异象使命,让你自以为很重要, 就像萨迦利亚一样,用属灵的理由自我辩护,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一些不该碰的东西,你已经跌倒了。 今年5月22日,美国进行会公布了第三方对其内部性侵丑闻的独立调查报告。 我们留意到,有人一直以该宗派管理架构松散为理由,因此无权干涉各教会的聘幕事宜。 也无法将问题目者登记并警示其他教会方法。 而天主教领域被曝光的丑闻中,往往是宗教系统中的上级,将涉嫌性侵的神父调离案发地点,另行任用,以此掩盖。 两种区别很大的权利架构,却同样罔顾弱势羊群的益处。 如何看待教会历史上不同模式的治理结构,是否存在一种更属灵或者更防腐的制度? 要回答这个问题,首先有几个前提。 第一,基督徒要认识到,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,腐败的问题,恶的问题一定会有,而且很难根除。 第二,宗教改革的遗产之一,就是发现教会不一定站在上帝那边。 教会领袖也不一定代表上帝,所以我们需要制度的制约。 但制度不是万能的,无论天主教严格的等级制,还是基督教的会众制、长老制等等,都需要面对人的罪行。 制度无法根除罪,但制度也很重要。 它是必要条件,但不是充分条件。 充分条件是我们的灵命。 管理教会跟管理社会的不同点就在于,教会需要注意,灵命操练。 没有完美的教会体制,最好的做法是要实现对领导团队的良好监督。 只是牧师长老彼此监督并不够,有时候他们会互相保护。 教会必须有很强的小组门训体制,加强所有信徒的监督和属令辨别能力,让信徒更成熟。 教会的领袖同工从小组中产生,同时也参与小组的服饰。 这种自下而上,有条理的体制可能会对权力有更好的监督。 小组要注意几点,小组培训不只是关于圣经知识的培训,也要进行基督教价值观、世界观的培训。 耶稣说你们当领导的,要成为仆人,这是很不同的价值观。 小组里要彼此服侍,操练灵命,要通过价值观、世界观来训练理性,通过灵命操练来训练感性,通过实践来培育行为。 小组不是万灵药,但起码可以避免属灵权力的高度集中,同时也不是把监督权完全交给会众。 那样做也有弊端,健康的小组可以成为领导和会众之间的中介。 虽然教会运作中权威和等级都会实际出现,但基督教的组织是建基于十字架的逻辑。 家长制和绝对的等级会把教会领袖放在一个最不需要舍己的位置上。 而属灵的黑暗势力最怕的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的生活方式。 耶稣和保罗并没有放弃属灵的权威,但他们的权威是建立在谦卑虚极之上的。 他们愿意拉近和信徒的距离。 据我有限的观察,一些华人教会的领导模式倾向于英雄主义式的。 我们很佩服那些能说会道聪明绝顶的领导,把所有的事情,所有权利都给他。 人事、财政、行政都跟着他走,是不是很危险? 这种文化对内会鼓励制造英雄,出了不少神学愤青。 对外激情高涨的矫正他人的神学过错,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信仰豪杰自居。 功成略地,增加本教会和本宗派的荣耀。 这也是英雄主义的表现,用过于狭隘苛刻的界限来划分敌我,享受批评人带来的优越感,借着战胜敌人来肯定自己的英雄本色。 这种制造英雄的奋斗哲学与十字架精神截然不同。 与其说这是对真理的热爱,倒不如说是自爱。 华人教会选人往往重视恩赐,忽视心理健康。 很多跌倒的童工都暴露出自我形象低落,缺乏安全感的问题。 一些基督徒对心理辅导很排斥,但其实心理学的知识也是从上帝来的。 再者,人有自欺的倾向,基督徒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语言体系。 有时候,我们分析问题形成了固定的说法,例如,你的问题就是缺乏祷告,你要更渴慕神。 但问题有时更复杂,而亲近神的信徒是爱真理的,所以要敢于面对自己问题的复杂性。 教会应该重视辅导施工,不但用来帮助弟兄姐妹,也可以通过辅导机构提供同工的心理测试、辅导和问卷。 当然,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完全没问题的人,这是不现实的,也太苛刻了。 最根本的是,这个人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,是不是受教的人。 此外,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,可以帮助避免理想主义和不成熟。 你对服侍者有什么建议? 华人领袖和同工,最好要实践生活的多样化。 不要把事工当作人生的一切,要有事工以外的爱好。 在服侍以外,要有个人和家庭生活,花时间陪伴家人,不要把整个人生都和事工捆绑起来,这很危险,我们很容易上瘾。 其次,要培养说真话的习惯。 当然,说真话也要温和,不要粗暴,不要变成一个圆滑的人,八面玲珑。 这是很糟糕的。 个人层面的罪,可以在私人空间处理,如果领袖滥用权力伤害他人,特别是性侵之类事。 教会不能只跟受害者说,没关系,你要饶恕。 牧师的职份是公共职份。 当问题很严重,且已牵涉到教会内外的很多人,教会要聆听受害者的声音,认罪也需要面向公众。 不能以神的荣耀为由,遮盖问题。 这样就等于用不荣耀上帝的东西来荣耀上帝。 这是自相矛盾的。 其实在负面事件中,有许多基督教组织考虑的并不是神的荣耀,而是自己或组织的生存。 所以选择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。 耶稣说,爱惜自己生命的,就失去生命。 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,就是因为我们说真话。 虽然有时真话对我们没有好处,为了真理,我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 负责讲道和教导的同工,要战战兢兢,因为讲话容易,行出来难。 批评人容易,谦卑自省难。 揭露他人的欺骗容易,揭穿自欺难。 不谨守自己的心,等于在信仰生活上首属两端,搞属灵婚外情。 我们良心要被圣经约束,不能被错误的教导或教会领袖控制。 这是宗教改革留下来的宝贵遗产。 信徒有服从教会权威的义务,但教会一旦出卖自己的心,信徒要听从被神约束的良心。 而不要为了群体给予的一点点安全感或个人安逸,而把长子的名分出卖了。 普通弟兄姐妹如何分辨有问题的组织? 如果你把一个基督教组织想象成一个人,他会是什么样的人? 有什么个性? 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吗? 或者特别有野心的样子? 他更像一个英雄或明星,还是更像耶稣? 在你委身的群体里,你更多看到一个创业英雄的故事,还是死而复活的基督的样式? 我们可以提出这些问题来评估基督教组织的灵性。 组织是被世界定义,还是被基督及他的十字架定义的? 基督教组织的生活是否以非基督的事物为指导性精神? 群体内部是否鼓励说真话? 是否践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之道? 人们的关系是否有明显的等级差别? 管理风格是普人式领导,还是家长制? 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弟兄姐妹,组织如何回应和处理? 动辄喊打喊杀,火药味浓烈,还是轻易妥协,在真理上没有坚定的立场? 任何团体都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文化。 教会或机构是否有将自己的传统绝对化的倾向? 是否把某种社会的生活方式或立场带进信仰,使之绝对化? 我们并不是一味的反传统,否则教会就会变得混乱无序。 但要警惕的是,传统也容易被属世的价值观熏染。 信徒需要常常反省,通过与组织及其传统保持健康的距离,避免对他们产生盲目或愚愤的忠诚。 一旦基督教组织视自己的成功和存亡为比神的要求还要紧之时,上帝就会沦为人们为实现意象和梦想的高级助手。 十字架的道理就被边缘化。 除此之外,基督教组织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也是一个观察指标。 当信徒把自己的组织当作自己的寄托或肯定自己的工具,就很容易奉组织为神明,把组织的利益、原则、成功和存在看作比他人的灵魂更要紧。 世上所有人及其组织都有为了保护和荣耀自己而牺牲他人的倾向。 人生最可悲的现象之一,就是人或组织的成功和伟大往往都需要拿别人当祭品,所谓一将功成万古枯。 最后,基督教组织若要不断发展,必须有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渠道,否则就会被自己的缺点埋没,被时代淘汰。 在今天的教会中,如何操练顺服? 新教徒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路德·加尔文的属灵后代,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顺服,但对人的顺服是有条件的。 天主教虽然非常强调等级顺服,但其对教皇主教的顺服也是有条件的。 更不要说我们,顺服的条件是什么呢? 我们对人的顺服不是直接的,而是以神的话语作为媒介。 我们顺服教会领袖是因为他传讲上帝的话,也是根据上帝话语的要求。 所以,如果领袖或同工不再讲神的话,反而滥用神的话,让人做不合神旨意的东西,我们就不能顺服。 我们对一个人的顺服是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话托付给这个人。 顺服也取决于牧师本身的基督样式。 权威来自品格,而不是来自等级财富等因素。 牧师要求你顺服的时候,最好也给你基于圣经的理由。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一点绝对化,有时牧师可能只是告诉你,请你相信我。 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,我觉得没有问题。 所谓原则性问题,例如你跟谁结婚,你应该行使自己的自由,做出选择并为此负责。 所以,如果你只是因为顺服牧者的意见被配婚,我觉得是不健康的。 在一些已经公开报道出来的案例中,有问题的领袖似乎也在寻找受害者。 例如,许多受害者往往诉说自己有童年创伤,在单亲家庭长大,曾被性侵,有过被虐待的经历等等。 人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免疫力,以免遭遇属灵虐待或其他伤害。 一方面像我刚才提到的,教会要加强辅导施工,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。 另一方面,要警惕用属灵语言掩盖问题,同时也要看到所有问题,包括心理问题,都有属灵的层面。 信徒要有良好的灵命操练,没有其他捷径可循,所有操练方法最好以读经为出发点。 圣灵帮助信徒把神的话刻在心上,遇到攻击时,我们能否有效运用其他的属灵武器取决于我们的祷告。 借着祷告提醒自己,神与我们同在,我们也是活在神面前。 属灵征战的得胜,不取决于我们英雄般的野心,而是对天父旨意的全然顺服。 我们应该放弃力图避其功于一意的幻想,谦卑的警醒和坚持不懈的信靠,等候神的时间。 此外,通过带导,可以学习不陷在自己的需要里,走出自我中心主义。 没有人的家庭是完美的,我们多多少少在心理上受过伤害,需要弟兄姊妹的聆听,知道我们的软弱,同时鼓励我们成长。 门训小组就是这种诉苦和改变的地方。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,有幸遇到很好的小组,我跟一个朋友无所不谈,即使毕业多年,我们还常打电话,彼此分享软弱,我们不是孤独的巨人,无法独自成长。 我们需要明白,完美不在任何英雄和属灵伟人身上,完美在乎对完美的不断追求中。 我们所能奉献的最好祭物,并非毫无瑕疵的自己,因为这不可能,乃是被基督复辟的自己。 我们要不断揭开支持偶像崇拜的伪装,这些伪装不只存在于组织内部,也在我们的心里。 天父,啊天父,我珍爱你,我感谢你,用我全心来护许你,求你愿难过,天父,啊天父, 我珍爱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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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珍爱你 我感谢你 用我全心来护士你 求你别当我 天父阿玛天父 我请敬意 求你将命 用我一生来护士你 决心护士你 天父阿玛天父 我真爱你 我感谢你 用我全心来护士你 求你别当我 天父阿玛天父 我请敬意 求你将命 用我一生来护士你 天父阿玛天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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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